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的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随着三生三世枕上书热播,里面的帝君和凤九殿下火的一塌糊涂。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凤九小狐狸的最爱是一篇。 用尽全力得到的却是个空,相信谁也受不了。 我们很多的时候,靠我们自己的实力去证明自己的能力付出努力获得成功。 高兴至于却一反身,发现结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,恼怒自不必说,而我几乎可以说是用绝望来形容了。 我这一段时间刻苦练习,你也在帮我。 你也看在眼里了,我有多努力,我尽我最大的努力,尽管在考试中姬衡也百般的刁难,最终我赢得了比赛,我有多开心,你是知道的,你也是看到的。 可是你却让他们送来一筐桃子,你让我有多难受。 听到姬衡的解释,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追星刺骨,什么叫悲痛欲绝。 我辛辛苦苦凭实力挣来的东西,人家仅仅一句话就可以改变,而这个东西对于你的美人来说,只是争风吃醋的一种手段,可对于叶倾体来说,这个是他的一条命。 为什么寻常人的命就这么不值得被尊重? 我们拼尽全力不抵你而认一笑,我的心好疼,我独自来找你,哪怕我还是让你玩耍取乐。 做你的玩伴,我也愿意。 你对我无情我可以理解,可是不能因为你对我的无情,让叶倾体失去这几百年来唯一的机会,你得给我叶倾体重生的机会,我不再奢望你的爱,也不奢望你可以记得我的好。 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叶倾体复活,那是我欠他的,我无以为报,只能让他复活,还他一命。 我的情全部都在你这里,你却将他撕得粉碎。 爱你是一种错误,我一开始就知道,可是我已经错得无药可救。 我如同飞蛾看到了火光,不顾一切,即使是去死,我也无怨无悔。 可是,叶倾体又有什么错,他是被我无缘无故牵扯进来的,却搭上了一条命。 而你却残忍地将他唯一复活的机会都要剥夺。 我爱你,是我的错,我愿意承担所有的痛,所有的责任。 如果爱你是错,而我又错得这么离谱,那就让我自己来背负所有的过错,不要迁怒于他人。 好吗?我去寻你却被告知你已回天宫,我最后的希望已然被破灭。 帝君我恨你,我可以等,但叶倾体等不起,日几百年才指出这么一颗贫婆果,如果我无法拿到,怎么对得起叶倾体? 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拿到贫婆果,只有靠自己了。 我来到了了解幽权边,思绪纷飞。 也许这一次我会把命送到这里,可是为了叶倾体我也要试仪式。 我天生怕蛇,这里却有丝头巨蟒,我尽力稳定心神。 如果,我不能从这里走出来,也正好结束这种痛苦,让我用我自己的命来还叶倾体的命,至少我也不欠他的了。 而你的救命之恩,我也就算还清楚了。 以后少了我的纠缠,你也可以和你的爱人余生安好了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